大家好 我是輔碩2的張永佳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SquatchJR的溝通部的部分 首先我們打開平板之後 點擊SquatchJR的互動APP 我們為個案先設定有三種溝通部 第一個就是食物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喝東西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生理機能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邊先介紹食物的部分 好 那當我們想詢問個案想要吃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溝通部放大 然後呢 我們就 這邊有三個內容 那這三個內容就是個案常吃的 第一個就是八方雲集 一個就是飯 一個就是麵 那當我們要詢問個案他想吃什麼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語音的 綠色旗幟的部分 那按下去呢 他會詢問他三次 也可以讓他有長的時間可以做思考 請問你是要吃八方雲集還是吃飯還是吃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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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邊詢問他三次之後 那我們假設個案他所點擊的是八方雲集好了 七八方雲集 那這個地方呢 他就是會說出八方雲集這個名字 然後會有動畫跳三下 然後到下一個頁面 那下一個頁面呢 這邊這三個呢 也是個案會比較常吃的 第一個就是鍋貼 一個就是水餃 一個就是蒸餃 那我們假設如果個案他所點擊的是鍋貼 那他這裡一樣也是按了一個鍋貼之後 也會做一個旋轉 我想要吃鍋貼 那他就會說他想要吃鍋貼 那如果假設說如果個案他不想點這個他點錯了 那這邊有一個狗狗的符號 那按了這個狗狗的符號呢 他又可以回到前面第一個頁面這樣子 請問你是要吃八方雲集還是吃飯還是吃麵 就是還會再詢問他一次這樣子 就是還會再詢問他一次這樣子